好的那今天就實戰這個帝國 我們來玩帝國給各位看看 一樣是天梯上的對戰 我們先來分配一下我們一開始的這個部隊 那今天我主要是用這個啦 我還滿常用帝國廠的巨劍兵 然後再加兩隊的菁英的 因為這兩隊是不會撤退的 把他妨礙側翼這樣子 中間的巨劍士就很好輸出 弓箭手我們稍微擺在後面 分開一點 比較不容易被一些奇怪的法術打到 我們後面放這個 女巫之鎚 女巫之鎚 的加盟炮 我們稍微嘗一下我們的 寄兵 帝國寄兵 這裡可以藏 我們來尋找可以藏位置 這裡可以藏 我們就把長槍兵放在 弓箭手後面做一個保護 然後 車翼就 我們就 放個這個 劍士 然後右邊放 這個 垂毛 對 做一個側翼的防守 長槍放在右上角 放一個防守 然後領主我們放在中間 OK 那 對面是矮人嗎 對 那看來 對方矮人還有在前進喔 看來不是Camp流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女巫之鎚先開火 喔不對阿 對面是這個 綠皮阿 搞錯了對不對 那我直接先對他的這個 投石機開火阿 那因為女巫之鎚他其實加龍炮打這個 單體單位是非常強的 所以他在對付對方這個 投石機也就是這種工程單位的時候 還可以優先的就把他 擊毀 擊毀 他有沒有打中 有打中 有打中 但是還沒壞 我們看下一把能打中 沒有 很可惜 那他同時也是在用火炮攻擊阿 不過暫時我們現在暗兵不動 我們要相信我們的加龍炮 可以把他的 投石機也收掉 我們等他過中線之後 我們再開始 移動武部 對 恩還是沒打中 恩 那進射程阿 我們的弩兵就會開始自動射擊了 先對他們的荒蠻野獸人 先做一波開火 那因為他 側後應該是沒有祭兵了 我們把 旁邊的部隊往前拉 散開我們的陣型 好接戰 我們一個一個接戰 好 右邊有看到了 這個哥布林 史奎格起手 這個我們用帝國騎士去打就可以 弓箭手被對方踩了一下 這就是我說的 要把這個部隊散開的原因 我們就是要防這個法術 我們 他前排瞬間就崩潰了 那 那 我們就可以直接直倒黃龍 他的弓箭手還 整個往前壓了 這樣我們很好打 用天空 右邊這邊先 把他黏住 不要讓史奎格過來亂 那我們天空法師來放一下我們的狂風術 來看一下這傷害 喔 這傷害非常的可斷 然後狂風術對付這些 低護甲其實還蠻有用的 我們這 我們後面剛剛放的這個 輔槍 輔槍團就有用了 你可以看到他那個史奎格衝過來 先撞到我們輔槍團 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有效保護我們弓箭手 你看後面這裡 好我們的弩兵還是持續射擊 把他的這個弓箭手趕走 我們看 史奎格下面也撤退了 所以看來沒什麼威脅 我們女巫之 我們的佳農炮女巫之鎚 是已經 壓制他們投資機了 他的工作就是把對方的投資機摧毀掉 我們這邊 看起來勝券在握了 他還對我的 帝國將軍丟了這個法術 感覺有點痛 我們技能開一下 那帝國祭兵雖然 是擅長反復兵 可是打史奎格獸群 這種騎手的話 還是綽綽有餘 我們來放一下我們的 恐風術 傷害還好 要死囉 快拉開 還有他撤退了 那這樣看起來 他的前線應該全部全速崩盤 這邊我們就應該隨意打就好了 我們弓箭手就一個一個把目標擊破 我們女巫之鎚 是繼續對他的投資機造成的巨大傷害 好 我不曉得他 這邊持續的攻擊 他應該是 沒有投資機存在了 大概爆光了 好 吹狂風 再來一下 那法術有點遠 好像放不太到 好這邊也撤退了 這邊被帝國將軍一個嚇跑 好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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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不要放 那對面剩下這個 這個 領主應該就沒什麼威脅了 看來戰力條也已經往右邊壓過去了 又回頭 我們繼續對他們的投資機開火 爆了 又爆一台了 你可以看到剛剛那扣的那些 恐風樹再吹一次 這傷害還是行的 對方弓箭手其實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 然後我們就用恐風樹收了一大堆人頭 現在已經法術應該多刀在那邊亂丟了 好 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 好痛 那已經於事無補了 為什麼戰力條還不歸零 真的很能撐 有了 好 好 那這樣就應該 拿下這場勝利了 OK 那今天這場就是跟各位帶來這個 帝國對上 獸人的比賽 稍微紀錄一下 那今天這場 那今天這場我就帶一些帝國騎士 然後女巫之錘就是拿來反對方的這個投資機 然後我們的法師用天空系做了一個很不錯的傷害 OK 那今天比賽就跟各位轉播到這邊啦 那希望各位看得開心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這個實戰影片囉 那喜歡這影片記得幫我訂閱 以及追蹤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